下一年就要发布苹果16了 你敢相信现在华江北还有充电一次电池100的13pro max吗 这台机器是一个无所版本的黑色13pro max充电一次电池效率100 外观那肯定是没得说 如果没有运输痕迹的话 这台机器是可以封包当做一个新机来卖的 那么大家可能会疑惑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种机器呢 苹果13pro max不是早都停产了吗 这种机器的话大多都是一些官换机 也就是说官方给客户重新换新的一台机器 通过特殊渠道又流了出来 因为上面那台充电一次的太极品了 老板娘开出的价格也是比较贵 要5000块 我们就没有拿 最终选择的这台充电69次的 当然这个机框也是比较极品 同样是一个官换机 其实像这种机器 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有没有拆修过的问题 因为这种机器过来机框就很精品 商家没有必要再拆开去重新做翻新 并且这个机器小儿也检查过了 螺丝根本就没有拧弄过的痕迹 并且是有气密在的 上一台电池100充电69次的 我们拿货是4700 对于这两台白色的话 电池是90出头 这种拿货价格就会相应便宜一点 今天市场拿货是4500 为什么最近13pro max这款机型突然很火了呢 第一是因为它性能并不差 6.1英寸的高刷屏 a15的处理器 再用个两三年是完全没问题的 并且现在这种美版无锁也是插卡即用 对比国行仅仅仅是少了一张卡的区别 但是跟国行的差价足足有1000多块 并且的美版还能敲出 相对来说机框好一点 电池高一点 而且因为很多客户他介意14系列要开孔 那么无疑13pro max成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下面这台是一个有所的15 128g 也是一个新机 今天市场拿货是365 同样可以完美的改好双卡 如果是电信单卡用户 预算又实在不多 那么有所15系列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如果你要换卡 那就选择15跟15plus 如果不换卡的话 15pro跟15pro max内置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并且现在15pro max跟14pro max全新机的价格基本上相差无几 这台15pro max 256g蓝色 我们今天拿货是518 这个大哥依旧是选择到了内置单卡电信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还想了解华江北更多手机行情可以私信小二或者留在评论区